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泽洋吴贵张迁 率领两千兵军杀落山 英雄会的人马纷纷后退 吴贵张迁抢先追杀 一转过山拗 伏兵杀出 真情拗金原来埋伏在这处来 吴贵和张迁不是情拗金对手 就被情拗金逐了 责让追到了 和情拗金互通姓名之后 就打起上来 情拗金吹马上前 用苦柄对着责让面门一点 责让用枪向外一拨 拨开了 老逞那几路怪招 源源不绝又来了 踢猪头 责让就架开了 站住手再来 责让一臂两臂无事 过珠乙 责让一低头又闪开了 情有一个海底撂月 刀马 责让用枪向下一眼 哐一声 斧头斩在枪杆上挡住了 这个时候 两马冲锋过位 责让我心想 你这个丑鬼 这几个怪招 果然是厉害 赢到别人赢不到我 我 责让正说想回买枪刺 程咬金的背脊 各位 程咬金那几路大苦 本来打来打去就是这几招 回来回他也没有新的 今天他神起上来 突然出了一招绝野 当两匹马马尾对马尾的时候 他双手拿着斧头柄的上拳 当是撐船那样向后一插 喝声就说撐 一虎柄被插着 责让忽乎追马的后骨骨 碰到那只马狂吮一声 打个后抽踢到高高 责让都未知什么事 就打到扔地中了落地 被英雄会的兵军涌上来 用整一枯 炸到灑灑 雅光寨的人马 看到三个寨主都被程咬金做了 个个嚇到面青口唇白 一个屈尾十 呱 就扔回上山 紧紧地山伏宅门 程咬金也不去追 叫兵军押住三个俘虏 得意洋洋打起得胜 就回去大营了 责让被人押住 走入英雄会大营的时候 只见处处其次鲜明 齐整干净 兵出精神逆逆龙精虎猛 啊 先头自己见到那种 立乱的情景 不过是偽装出来引自己上当 哎呦糊涂啊糊涂啊 程咬金带着扎弱三个人 走入中军大将 只见徐茂公坐在当中 左有秦庆又有偽精 其他各位英雄都分别坐在两边 程咬金对着徐茂公拱一拱手说 三个 捉到扎弱他们三个衰公了 一带他们来交令 徐茂公说 哎呀呀呀呀 四弟 我是叫你去请宅寨主来 为什么这样啊 程咬金说 哦 不是这样他们怎么肯来啊 嘿嘿 总之我交给你就算了 徐茂公 徐茂公 秦庆 偽精他们立刻起身离座走上来 还责让 吴贵将千解开绑绳 徐茂公说 三位寨主 我们咬金兄弟为人操劳 不懂礼节 先头多多得罪了 请三位寨主 原谅 说完 冰丁就搬了三张椅过来 让扎让他们坐下 彼此自报姓名 互相结识 扎让对徐茂公说 山上还有董平和薛勇两位兄弟 等我回去叫他们一起投降 如果信不过 那吴贵将千就留在大营 徐茂公笑着说 素养责寨主光明磊落 怎会信不过呢 等待三位一起回去 正在说 有个兵丁走进来稳布说 雅光仔有两位寨主 绑着自己来求见首领 徐茂公说 快请快请 只见董平涉勇五花大绑 快步走进来 一到就跪下说 扎寨主和两位兄弟被贵军擒 我们情愿和扎寨主一起死 徐茂公连忙上前扶起他们 徐茂公过来和他们解开承索 徐茂公说 扎寨主 雅光仔的弟兄 情同骨肉生死与共 意气凉言令人欣赔也 又和董平涉勇说 两位 你们扎寨主在这里 已经和我们联合在一起了 扎寨走过来 拿着董平陈勇的手 忍不住热泪盈康 他说 两位延帝受惊了 我已经归航英雄会 两位延帝 现在同归航了 董平涉勇说 一齐听同大哥吩咐 港元对着徐茂公跪低叩头 说 我们情愿归航 徐茂公连忙还礼 扶他们起身 徐茂公说 以前多有得罪 请各位不要见怪 以后就一家人了 哈哈哈哈 跟着徐茂公就吩咐 湯牛撒马 大牌现正 欢迎雅光好汉家盟 散一席之后 徐茂公就送责让他们五个 回上雅光寨 约定明天拔营上山 责让他们走了之后 善红讯尤俊达都说 三个 你敢就放他们回上山 万一他们反悔的 豈不是前功尽匪 徐茂公说 不怕 他们都是血性难义 不是那些出以反异的小人 各位兄弟大可放心 大家全年下去 尽快执拾好行李之众 明天上山 大家就将信将疑 去准备 日早 只见雅光寨大开寨门 摘让董萍五个人下山来迎接英雄会上去 这阵时大家都真心佩服 徐茂公有眼光 看得准看得透 徐茂公下令拔营 大军出发上雅光山 当日中午摘让在山寨大厅摆走欢迎英雄会的好汉掌管雅光寨 大家正是开怀痛饮的时候 忽然间 听见外面 震天洞地一声巨响 整间大厅都摇了几摇 开上那些杯盘碗碟的震得轻轻轻轻轻轻 大家都吃了惊 不知道什么事 过了一会 有个冰冰的客户面如土色的撞进来说 品牧各位寨主不得了 教军场的演武厅后面震开了个深坑 有些白烟飙出来 好得人害怕 徐茂公说 有这样的事 大家一起去看看 讲完众位好汉走出大厅 骑上马就由那个冰冰大路 去到教军场的演武厅后面看 去到大家落了马 走到深坑旁边 哇 那个坑啊 黑奔奔的 都看不到底 又不知深浅 还呼呼呼呼呼 飙了一团团的白烟出来 大家虽然都是打起仗来 不要命 杀人不斩眼的好汉 只见到那这样的坑 被有点胆战心惊 过了一会儿 那些白烟慢慢地散了 停下来说 嗯? 下面啊? 嘻嘻 真是个地狱 徐茂公立刻吩咐人在坑边 用叉木搭起个架 绑着滑车 塞条绳过去 吊着大锣 又叫人捉了一只黑狗 一只大鸡公绑着放在锣里面 然后松绑着放在锣里面 程雅金就问 嘻嘻 三哥 嘻 你这样做什么呀? 徐茂公说 我放一只鸡同狗下去试试 等会拉上来 如果鸡同狗不见了 那这个就是二虎穴 如果鸡同狗还在 那这个就是神穴 哦 原来是这么意思的 一路放在锣里面 逐逐放了五六十像绳 才觉得一只锣到底 过了一会儿 拉回锣上来 大家一看 哈哈 鸡同狗都在 不过已经冻到不晓动了 程雅金说了 哈哈 哦 原来是个寒冰地勇 喂喂喂 大家走开 千万不要跌下去冻死呀 徐茂公说 不用怕的 这些钢带是个神穴 哪个弟兄肯下去探一下 就知道究竟了 程雅金说了 嘻嘻 三哥 你说是个神穴 那就不用找谁了 你自己下去就可以了 徐茂公说 我说 那这样吧 不如撿丑 我们总共三十七个弟兄在这里 我就写三十七张丑 三十六张就写不去两个字 一张就写去字 哪个撿到去字的丑就下去 大家说这样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 程雅金说了 哎呀不行不行 我又不懂字的 任你们骗都可以了 徐茂公说了 哪个有空骗你呀 哎呀你是不懂字 知道你总分开一个字 还是两个字吧 不许是两个字 许是一个字 许是一个字 如果你撿到一张两个字 你就不用许许 撿到一个字的那张就许许 那还不清楚 哪个骗到你呢 程雅金说了 哈哈 那又是呀 好好好 你写吧 徐茂公就戒了三十七张纸 一样大小 拿着笔 一会儿就写好了 逐章拿着一块 放入碗树 拌几拌就叫大家撿 程雅金说 米子 拿着碗子 猛咬了一会儿 才叫大家撿 大家看到他这样的样子 你先撿吧 他伸了手 到碗边 又縮了 他就叫秦庆了 二哥 你先撿 秦庆说 先撿就先撿 撿起了一张 程雅金又叫善同信 尤俊达他们撿 他们撿完了 自己就撿了 一路撿到徐茂公 撿到尾 撿完 大家打开一看 都是不去两个字 程雅金打开一看 死了 去啊 程雅金就逐章逐章 看过人家撿的丑 没错 人家章章都是两个字 有字兼的章是一个字 徐茂公就说 没得说了吧 下去吧 程雅金一手拉着尤俊达三 就说 弟弟 经常都是你害我 当初我卖竹扒 你就拉了我去做拍档 劫王江 返山东 搞到今天 又要下这个寒冰地獄 你这堂 肯定没命上来的了 麻烦你念在伤好一场 我老母后就靠你关照了 尤俊达说 四哥怎么这么说 三哥都说是神月 你下去吧 包你没事的 程雅金说 没事也好 有事也好 总之做一只寒冰小鬼就是了 程雅金就拿了那把大虎 坐一只螺鼠 跟仲伟英雄公手 他说 各位兄弟 来世再见了 大家听到的笑起来 徐茂公安在一条省尾 又绑着个团团 他就对程雅金说 好了 四弟 等一等你要上来的时候 你就拉一条绳 上面软软一响 我就拉你上来的了 总之我有命就拉了 放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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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程雅金下去 一路落了五六十丈 到底了 那条绳一松 上面停一手 程雅金拿着那把大虎站起来 从一个锅揽出来 干几个底缘来 那只黑脖脖 什么都看不见 唯有躺下躺下 躺下的脚慢慢走 初初下来就觉得有点冷 越走越觉得暖 转了个弯 突然见前面有两点亮光 咦 程雅金想 嗯 实是妖怪两只眼睛 他不理那么多 就冲上前 一虎砍下去 砍一声 砍开了 原来是两线石门 先头那两点亮光 是门环的闪光 程雅金走进去一看 哇 真是另外一个世界 上面也有个天的 光光猛猛 前面是一条河 河上有到石桥 程雅金过了桥 只见奇花异草 香气撲臂 重拍成林 过了重林 看到有一间金壁辉煌的大殿 这四个人 这四位静鸚鸚 这四位静鸚鸚 程雅金就大声喊 喂 有没有人啊 找个人出来 喂 喊了很久 一个人都不见 程雅金就不理那么多了 走进大殿 这间大殿 摆住了一张神台 台上有四个托盘 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顶冲天官 即是皇帝的帽 一个托盘放着一件摺帽的幸王龙袍 一个托盘放着一条八宝碧玉帽 一个托盘放着一对无忧理 即是皇帝穿的鞋 程雅金看到这么威 他想试试也好 脱下自己的奔铁盔 带起那张冲天官 又穿了一件龙袍 纜起一条碧玉帽 除了自己的鞋 就换了一对无忧理 穿好了 很合身 摇来放去走几步 真是过瘾 突然间 又看到东边有个宝盒 走过去拿起来打开一看 原来里面有一块玄龟 玄龟呢 就是黑尺色的玉 上尖下方 古时的皇帝声殿 用来捧着一手的 玄龟下面还扎着一张纸 写着字的 知程雅金一个大字都不懂 他不理太多了 把玄龟和张纸 放到宝盒鼠 藏在身上 四围望着 没有什么 走出去 一直走到回来桥边 突然间 呼呼呼 翻起风 河上飘起了一团团的白霧寒气逼人 程雅金想 闭了闭了闭了 明天如果冷得好像鲜头 黑狗死死下 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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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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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为什麽呢? 因为程鸥金下去的时候 戴的是奔铁盔 是灰黑色的 齐彪喊了 不得了,快点放下去 是个金头妖怪 拉起兵出 这样就放醒 程鸥金就大喊了 你干什麽呀? 快点拉我上来 大家一听 是程鸥金的声音 齐彪就问了 你是人还是妖怪? 齐彪你吗?我肯定是人 你是谁? 我是程鸥金 这麽快就不认得我了? 你的头壳为什麽变成金色? 我换了一顶金帽 那你的奶名叫什麽? 阿丑 没错了,快点拉他上来 那些人这样才继续拉? 吱吱吱吱吱 就把程鸥金拉上来 程鸥金握着大虎 刚刚揽出楼梯 站在树 突然之间 奔撒吱 Agh 这声劝声 深刻合上去 神气 仙头还问那么多东西 大家看到他这一身打扮又惊奇又好笑 七嘴八舌地问他 晴侯今天把仙头探地月的经过告诉大家 说完就拿出补盒交给徐茂公 徐茂公打开盒 拿起原归看了一下 拿起一张纸来看 就把上面的字读出来 你把纸上面写着 灭者灭 轻者轻 一唐过去一唐生 四时八方多小帝 自世安邦有二蠢 情咬甘举二习兵 为三年混世魔王 扰乱天下 大家听他就问 咦 前面说的东西是怎么解释的 徐茂公就说 天机不可泄露 日后自然明白了 现在 我们就要补这个丑鬼做王先 晴侯甘说 做皇帝我不怕做的 就怕大家不服 他一眼看到演武厅前面有支旗杆 上面挂着一面碎字旗 晴侯甘就说 这样 我们把那支旗放下来 我们大家就逐个逐个去拜他 哪个拜得那支旗起呢 就推他去做皇上 那大家都说好 那么 那由魏征 徐茂公 秦庆 他们一个个轮流拜 哪里拜得起呀 那拜到剩下的情侯甘 他说 哎 让我试下 吠得一摆 咦 那支旗就真是整支升上旗杆顶 晴侯甘这么吓吓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到底应该是我做皇帝 大家高高兴兴 并促拥着晴侯甘就回去大厅 徐茂公就吩咐人中大厅布置一身 改作皇帝殿 又匣子一算他说 明天就是皇道吉日 请主公登基 到第日五更三点 晴侯甘用香汤洗过身 着起那一身在月洞 拿到皇帝礼服登基升殿 晴侯甘为英雄三季九寇 一齐三夫万岁 万岁万万岁 徐茂公就说 请主公定年号立国号 晴侯甘说 我在这里做皇帝 不过是魂吉 这样 就改过年号做九场元年 博盒里面把纸既然写着 叫我做魂世魔王 那我做魂世魔王 国号就叫做大魔国 徐茂公就说 请主公封官上着 晴侯甘说 各位兄弟跪下听风 于是这个大魔国的魂世魔王 将他各位兄弟封了官 当日 摆设如宴 和大家痛饮一场 兴高采烈 尽醉慌忧 各位 在封建时代 皇帝叫做天子 即是上天的儿子 做皇帝乃天明 是有鬼神扶持的 作反清皇 也往往说是有天意的 所以古时的那些说书艺人 讲到晴侯甘和众位英雄作反 在亚冈寨做运势魔王 加上探地月 得祷宝 纸上写明他做三年运势魔王 等等 又什么拜起他之旗 这些都是迷信的东西 故事是这样讲 我也是这样 所以我先说完那一段之后 顺便再说一说几句 希望各位 尤其是小朋友听的时候 能够分辨就是了 晴侠今早运势魔王之后 有一天 又被杨林带着兵马 团团围困雅江寨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不会变得到 去吧 的